你好 你好 来来坐坐坐 这是第一次进来这个小屋 第一次啊 嗯 今天一天有什么感受 今天一天 我总觉得就是你 其实有一些你想跟我说的 但是你又好像又说不出来 那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 进到这个小屋之后就是 感觉没有什么机会去 和一个人去 好好的去聊一下 就包括自己的状态 自己的想法 你有主动想要了解的人吗 嗯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主动想要了解小屋 小屋 对 那你跟小屋约会 或者说你主动的时候 他给你的反馈是怎么样 对 他有感受到你的主动吗 可能我有点自作多情了 就是我跟他约会的状态 我觉得其实整体还还可以 嗯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今天的主动是什么 我今天第一个主动应该就是 选他 选他 对 就是自己偷懒 嗯 后面呢 后面就是 我看到他跟潘潘的互动 还是比较多嘛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这么做是不是 不太好 不太对 介入了他吧 对 就好像是 理解 对 理解 但是我 我的观察啊 就是在 因为我观察到也比较仔细 就是在他攀岩的时候 小屋攀岩的时候 你站在底下 嗯 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其实我一直在帮他看那个线路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 他会突然没有抓住 会 会 歪落嘛 然后其他的我没有太想 我怕打扰到他 这几天可能我的一些主动吧 就方式可能也有错误 表达也有错误 就感觉 我的主动其实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应该会选择他吧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他问题挺大的 然后包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也能感受到就是 潘潘 对 小吃的 好感和互动 然后这些东西都会让我很纠结 因为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 嗯 可能每个人都有去了解一个女生的权利 但是可能就也介于 潘潘跟我是 挺好的这种兄弟 然后 就反正现在不太会了 就是刚才说的 对 兄弟之间的这种 就更加却步了 其实我现在就是很迷茫 哎呦 而且就是 这几天就是 我处于一直一个比较 低迷的一个情绪吧 这是个恶循环 嗯 我觉得你 你先想一想自己 对小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所以你可能需要是 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一个表达 以及他的给你的一个回应 或者是一个结果也好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你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嗯 就不要把自己很多感受啊 很多话 卡在这里 就是让自己很难受 嗯 嗯 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一个 出口 出口 对 对 因为有的时候 你以为你自己主动了 但对方确实没有感受到 嗯 觉得你需要一个 嗯 从起你觉得呢 对 你可以展开你的一个 新的小吴的体验 对 不管是 爱情的体验也好 或者是友情的体验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个 你全新状态的一个开始 我喜欢他们两个的这个分析 说的真好 把之前的经历格式化 嗯 嗯